台南家府中心23号上午地生活 好逃避风景哭哭办 到爱的连山相见 欢迎外冬 这也让已经停办两年的林佣林 到毕林佣林可以来实际的记录 让上北达的关心和感谢 我很高兴看到 很多的早期被任养的孩子 那今天他们也都变成了任养人 那他们一直在讲 就是说期待把这样的爱 是一代传一代 让他变成是一个循环的爱 那我想这也是家福 在帮助弱势而少的一个过程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李主任正少回标是说 教府中心自60年开始 推动到国内的任用制度 这个证件是被任用的人 现在有了能力变成任用人 让这种爱来循环下去 小时候是有接受家福的版主 也是有参加过像这款活动 对,那目前就是长大之人 小时候有一点的利益 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 以两个人身份来参加 参加华 是有点心声 但是很开心 刚才是对林雍林来比生到林雍林的温暖故事之外 还有人是当时当年就在林雍林 超过20年 对啊,第一个教育中心的小朋友 是叫做王居龙 转眼之间已经过了20年 那目前这个叫做林昆平 小朋友 那因为他年纪上跟我女儿 比较接近 那有时候互动起来也比较好 所以说那我想说 借由这个新闻报导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小的 希望借由这个新闻报导 能够邀请更多的人来加入 这个爱新的区块 今天去林雍的人 到比林雍的人来 互相纪念 有将近300人来参加 刚才是大家互相关心 感谢之外 还有家乎的小孩 小孩就靠平来送给林雍林 现场的气氛是相当的文献 南天新闻 来一下新发彩方报导